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次去采访拍摄美食 我都是早上七点出发 如果去外波,我还提早一个钟 一般我都是去接Danny先 他真的很帮忙,又有努力 每一个介绍,他都有收集一个名单给我 我问Danny,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交通特别顺畅 他说你真不知,或是假不知 今天是我们的国庆日 是一个公众假期 现在很多人还在睡觉 老实说,我真的没注意 今天是国庆日 事关于我们马来西亚 是唯一个国家有两个国庆日 一个是Madega Day 另外一个就是Malaysia Day 对我来说,8月31号 就是我熟悉的大日子 因为我这辈子都记得那一日 家父带我一起去Madega Saddam 亲眼见证我们第一首相 东姑Abdurrahman大喝Madega三声 当时所有平民白色都一起庆祝 这个这么光明的日子 送走英国百多年的统治 眨下眼,到65年 话说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山根 都有150年 我们就没说过200多个陪同根 汉利堡公主 由15世纪过来马六甲的徐从 多德英国政府从1881至1900年 要用大概150万华人从中国南方 过来马来亚 一大部分都是做石矿和树胶行业 根据英国职业家 Sir Frank Swetterham的传记 我们华人真是对马来亚的经济发展 有非常大的贡献 他说华人是我国的资处 他们都是孤雷、抗工、经商、资本家兼 众值员的主人 直情是马来亚的裁员贡献者 他表示没有华人就万万不能 基本上华人是勤勤勉 省劍、适应性和肯冒险 没错,华人都受到这个国家的利益 但是除了创造很多工作 请了很多员工 我们都给了国家最多的税款 虽然我们华人是很成功 但是都不团结 不过有好几个慈善家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举例有李延连、连玉昌、郑大洋、 叶乔宜、郑景贵 多都数不完 但是这一集我要提及这位巨头陆友 因为他是这一集的主题 对很多人说他只是一个路名 唯一但众马列、民东、新加坡与吉隆坡都有 但是能够用他的名字来做几个城的路名 这个人当然不是野小啦 陆友原名是黄陆友 十三岁是从学生广州过来新加坡 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宅货铺打工 赚20元一个月 后来挫到点钱 自己开他的宅货铺 但是都没心足 他就去霹雳做石矿 经过几次失败 他就成功在巴坑和霹雳州 开了石矿墙、树胶和椰子圆 他的成功发展到新加坡、香港和大陆 做到这么成功 他都是买二手车 而且每次都选择了没差上班 虽然他很省 但是对慈善就另外一回事 KL的Victoria Institution 都是他创办 而且都捐了很多钱给香港大学 新加坡的陈独生医院 和KL的童善医院 都受到他很大的资助 今天我们来到扎兰六邀 这条街是出名塞车 一到Rush Hour就塞到不行得 其实这条街都不算是很长 从Dewan Bahasa开始到Guru-Garana-Bab 这里的邻居是属于中低层 最明显就是这些河清远的公寓 它是由1972年成立 以前一间两房一厅 只是卖八千元 这里是好Muhiba 三大民族都是在这里生活 奇怪的就是 它是我国最大的时装批发区 尤其现在加了KWC Mo Team 分分钟都大过曼谷的Pratunam时装城 基本上六邱路都没什么食物 只是两三间 但是它左近的范围 位于Jalan Samping Lorong六邱Ring Road 和Jalan Gerang 就多食物 今天我再次邀请我的老友记Danny 来采访这道传统美食 有很多都经验了几十年 希望我们的介绍 不会令你失望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先后 我们来陆友路寻找 最正的美食啦 来到Jalan六邱又怎样可以留了何清月 这里真是给我好的回忆 因为在八十年代我正在跟个老师学台课 下货我便跟老师来Jalan Gerang 吃饭 兼吹下水 现在这些美食都搬了 反而改了马拉档 现时还多了时装店 先来看一下KWC Mall 这里八层都是摆了时装 什么A级的货色都有 有人介绍我来试 Food Court的Uncle Wah茶档 这档东西都给了外露做 但是都做到Top Top店 他们都要提供基本的点心 但是我都是想吃传统早餐 蛋刚刚熟 烧面包还好 奶茶好香浓 果然没介绍错 以前何清兰的街市 都搬了来Buru Elati Station的旁边 这个新北室都挺长 很多东西卖而且都很干净 一部分是摆卖美食和雜货档 这里的档口以前是好生意 可惜现在Elati的停车场做装修 乘客过不了你 影响生意很厉害 我看见这档经济粉 都很多人干顾 就来试下了 这位档主阿玲姐 以前就是在何清远做羊豆腐 现在不想那么粗劳就做经济粉 他们都要提供基本的夜章饭 当主见我吃他们的三色米粉 这个米粉不是很特别 但是加他们的大葱 三巴就零射不同了 简单得来又好野味 我们来采访炸篮兵第一家美食 就是巴迪带的绝星 这个招牌都有五十年历史 这位店主Bobby是第二代接班人 他的样子是似着他老爸 名人一样 其实他只是跟他老爸开栋两年 后来就走去RDM做 退休了就回来打理这盘生意 这里的美食 都是这些很可靠的老员工 炮制的 Bobby说 如果今天不是公众家 他们还提供多点菜 虽然雜巴迪是没有Rodichana那么香口 佳因一点油都没落 但是他们的雜巴迪是有点特别的 是有给两个酱汁 这个雜巴迪让我吃到 传统的印度味道 第二道是很难吃得到的 三宾鲁第二个美食我要采访的就是 虾面 这间虾面就厉害了 他们是从七十一年开始 姓陈这几姐弟 是帮他们的老爸接手这盘生意 我吃虾面几十年 都没吃过有落鸡肉的虾面 是完全没落猪肉的 怪不得这么多玛丽顾客来帮衬啦 除了招牌虾面 他们也有提供很多面食 不过淋面和克拉布鸡是最受欢迎 陈小姐说他们的虾面是鲜甜过一般 因为他们的汤是用多些虾和鸡来熬 这个虾面是我吃过最鲜甜的一碗 虾和鸡肉都给到很丰富 三宾鸡肉第三间美食 我要采访的就是广记 这间饭店都提供很多美食 举例鸡饭 酸辣菜 鱼蛋粉 和小菜等等 但是他们的鸡丝河粉 和鸡肉是最受欢迎的 今天是公众假期 我们还找到位 如果平日吃饭的时间就满足了 这位当主罗先生 在这里都经营了十五年 他很小就要出来学诗 鲁美是我的喜爱 每次我去新山 都肯定是他的潮州档口光尘 不知道这档不是潮州人做的又怎样呢 果然没有令我失望 他们的食物真是炉到好入味 这碗鸡丝河粉都好正 汤比一般更鲜甜 我们来到三宾鸡第四个介绍 其实这档 以前只是提供耶章饭 而且是很抢手 因为他们的鸡蛋饭是非常丰富 本来这档纳斯拉麦 只是这位店主林女士经营 后来为了要给顾客多点选择 他就找多个股东兼厨师 来帮忙负责做面试 这位厨师郭先生以前是在新加坡做饮食 煮了面都有几十年 因为我不想吃辣斯拉麦 店主就介绍我吃这个面线黄酒豬腰粉 这碗粉真的鲜甜到没得顶 尤其是加了香香的黄酒 特别惹味 好吃得让我喝了汤 我们要过去Ring Road 採访三个美食 第一间就是零律茶餐室 其实这个餐室的主题是鱼头米 以前他们就在街头这间个别店摆宕 后来业主要自己做 把所有店都趕出来 结果他们就搬来自己的店铺 这位店主陈先生 现在都被他的儿子负责 但是他还会早上去街市买材料 我问店主为什么他们的鱼头米 是这么受欢迎 他说只要你用最新鲜的鱼 顾客就会吃个翻层味 虽然他们有提供很多种鱼 但是我也是要吃零鱼头 是关系很难找得到 不是夸张 这碗鱼头米 是我吃过最新鲜的一碗 一流 在这间顺发茶室 都有两档值得介绍的美食 第一档就是荣基猪肉粉 这位档主朗先生 只是在这里经营了六年 以前他是做水喉的 但是对饮食特别有研究 所以就开了这档面食 他说要做美食介绍最大的挑战性 就是做汤水的食物 因为要熬到标准的汤 是非常加难 除非你扣味精 他说他最大的满足感 就是看到他的顾客喝了他的汤 他都有提供很多口味 但是店主就建议我吃他们的喇喇粉 因为他是整个餐牌最鲜甜的口味 说完没说错 这碗喇喇粉 真是好够味 煎肉都好正 在他们的隔壁就是这档城基鱼园粉 真是巧合 这档城基原来就是我在百元米达采访过的 六友路城基第三代店主的亲兄弟 这个招牌都是这位胜菜的当主的爷爷 在炸鲜鹿要开始 之后大佬就搬来这里 而他的弟弟就去达曼米达开店 我不需要试这个鱼蛋 都知道他是跟达曼米达的成绩一样 嘉欣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 但是吃过这个味道是有点差别 他的鱼蛋是没那么弹牙 幸好汤都很鲜甜 而且还有给猪油渣来送鱼蛋 我们现在走来Jalang Ghe Lang 其实这条街是有几间茶室和食当 但是我来这间百里门茶餐室 贪他在街头瘦脚点 这间茶室都经营了五年多 以前他们都要摆几档美食 但是生意越做越差 那些档口都走完了 这位店主何先生说 现在这里都住满外露 实在说他们现在的生意 只是靠街坊而已 我都要采访他们 家欣何太说他们是唯一这条街 有提供客家面 这个客家面不是我吃过最正的一碟 但是我贪他的味道够清 少油又少盐 重口味的朋友就不对了 何先生葱的咖啡 好吃又浓厚 我们现在行去icit beatkaa的品增美食中心 这间美食堂 在夜晚就变成了一个吊花场 话说这带水都集中好几间调花场 举例拾传和斌画等等 这间品贞美食中心 下周都摆了几间美食 全部都是外路经营 特别就是这档泰式猪手饭 这位来自北达亚的当主阿吉 在吉隆坡都住了35年 他的广东话比我还流离 除了招牌猪手饭 他们都要提供鸡饭和泰式炒饭 因为刚才吃过老美 吃炒饭就适合点 不是车袋炮 他们的泰式炒饭 是我在本地吃过最正的一碟 我们现在正式行来六一六 这条街都只剩下没有几间美食 一般都是做修整车房和car wash 不过在街上有一间很大的茶室 标记美食茶餐室 这间茶室就多食物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虾面和这档咖喱面 来自宾城这位当主李先生 都在这里经营了25年 但是都有40年做入食的经验 除了招牌咖喱面 他们也要提供鱼蛋粉 猪肉丸粉 我问店主他的咖喱面 是否是宾城的味道 他说这么多年在KL 口味都改了适应本地了 这个咖喱面真是好惹味 汤好鲜甜 鸡肉大大够 尸味好吃咯 来到六一路 又怎么不离江古亨记云吞面 这家老字号就很厉害了 以前是在何清远开始 他们都有50年历史 30年前我来探过朋友 住在拉美的公园 都来光顾他们 听人说好几年前 这盘生意都转了手 交了给他们的供应商朋友 叫做CG法 很多旧顾客说 现在的水平都跌得很厉害 惨得过他们的生意还是这么好 以前我是叫他们的水饺 和叉烧鸿吞面的 都吃到很满意 不知道现在又会怎样呢 吃过这碟鸿吞面 觉得没什么不妥 除了叉烧干碟 但是Danny说 他们以前的确是好吃点 来到我们最后的介绍 就是这间位于 Bercieran Yubli的 松林茶餐室 真是有点巧合 这位负责人Baggie 一直都想找我希望我可以来采访他们 但是就联络不了我 这间茶室以前是从街头的大排档起家 现在搬来这里更多食物 除了一般的大炒 他们的奶油老鼠粉是最受欢迎 还有这个海南面现在几乎失存的了 这位店主兼徐斯罗先生都有50年经验 现在他的儿子都出来帮忙 虽然Danny说 他们的海南面是酸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 几够味 不过这个奶油老鼠粉 真的没得顶 特别野味 外面肯定是吃不到的 那个味的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让我还能够 这些东西